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 在这场对越南反击战中 最先跳出来谴责我国 支持越南的国家 既不是一直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美国 也不是跟我国闹翻的苏联 而是柬埔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国 在上个世界70年代 越南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巅峰时期 越南跟美国周旋了15年 终于击退了美国 再加上苏联又跟越南签订了友好互主条约 将每年对越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并且保证越南在遭受到战争的时候 提供军事庇护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越南反华政府开始跟中国挑起事端 在边境上跟中国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为了实现自身大印度支那联邦的美梦 还扶持了柬埔寨反华政权的建立 面对越南的各种挑衅 我国忍无可忍 终于决定发起一场速战速决 为民族荣誉和尊严而战的反击战 尽管出兵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家尊严 而非发起侵略战争 但还是遭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谴责 其中第一个跳出来谴责我国出兵 并且威胁我国军队 必须后果自负的军队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之所以第一时间跳出来反对 主要是因为当时柬埔寨的执政政府 是越南所扶持的反华势力 属于越南的傀儡 所以一出兵在日南政府的授意下 柬埔寨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对 历任ZZY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